音乐 观众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 以色拉记第七章的一到十节 以色拉记总共有十章 一到六章主要是在讲 百姓第一次从巴比伦贝鲁归回 是由这个索罗巴伯所带领的 那一次行动 时间是在主前五百三十八年 那一次归回的人数 大概在五万人左右 那第七章到第十章 主要是在讲主前四百五十八年 就是索罗巴伯之后的八十年 由文士以色拉所带领的 第二次贝鲁归回 这次的人数 南丁大概一千五百人左右 所以再加上妇女跟孩童 人数也是只有几千人 跟第一次比起来 人数自然是非常的少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七章第一节 这是以后 波斯王亚达学习年间 有个以色拉 他是西莱亚的儿子 西莱亚是亚萨利亚的儿子 亚萨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 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 沙龙是萨都的儿子 萨都是亚西图的儿子 亚西图是亚玛利亚的儿子 亚玛利亚是亚萨利亚的儿子 亚萨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 尼拉约是希拉西亚的儿子 希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 乌西是布基的儿子 布基是亚比书的儿子 亚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 菲尼哈是以利亚萨的儿子 以利亚萨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这以色拉从巴比伦上来 他是敏捷的文士 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 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 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这事以后 哪一件事以后呢 就是第六章的结尾 那边主要是在讲 圣殿终于在主前五百一十六年 大立乌王的任内 终于圣殿重建完毕 然后呢 从第六章跳到第七章 就很快过了五十八年 所以呢就是五十八年以后 波斯王亚达薛西王年间 有个以色拉 他是希莱雅的儿子 希莱雅是谁呢 我们根据这个六王记下 第二十五章所记载的 就是在 耶路撒冷被毁灭的那一年 就是主前五百八十六年 那一年大祭司 希莱雅他被抓了 然后送到这个北方 叙利亚的地方 在尼布贾尼撒王面前被杀死 在这个利比拉 所以呢 这个以色拉不可能是希莱雅的儿子 因为现在这个主前四百五十八年 跟这个希莱雅死的时候 是主前五百八十六年 相差一百二十八年 所以不可能是他的儿子 那在旧约里面呢 通常这个字 更多指的是后代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以色拉他其实是大祭司 希莱雅的后代 而希莱雅他的儿子 约撒达 他则被掳到巴比伦 而这个约撒达他的儿子 就是耶稣亚 耶稣亚就是跟索罗巴伯 一起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位大祭司 因此呢 第七章一开始先交代了 以色拉他的身份 他是一位大祭司的后代 他是利位之派 他是祭司 第六节告诉我们 这以色拉从巴比伦上来 所以呢 他从这个巴比伦到耶路撒冷 中间长途跋涉将近一千五百公里 非常的辛苦 他是敏捷的文士 敏捷呢 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操写很快速 文士这个字眼有双重的身份 一个就是指早期操写圣经的这些专业人士 那特别在被掳到巴比伦期间 因为已经没有圣殿可以去献祭 所以这个时候的利位人 他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 不是在献祭 而是在教导律法 因此呢 这些文士他不仅是 操写圣经非常的快速 以前没有印刷术嘛 所以圣经是用操写的 才能够流传给后代 所以他代表说 他是这个对圣经很熟悉 并且在被掳时期 文士他的地位非常的重要 他就是律法的权威 教导律法的教师 而文士这个字呢 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书记 他在这个婆斯的王宫里面 他是属于一个政府的官员 我们之前在这个第四章的时候 也谈到省长还有书记 就是这个撒玛利亚那边的 省长跟书记 他们就是想要拦阻 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 重建的工作 所以就是上奏章 告到国王那里去 因此呢 这个以色拉他不仅是一个 犹太人群体里面的宗教领袖 他也是波斯王王宫里面的官员 就是书记 然后呢他是通达耶和华 以色列神所赐给摩西的律法书 原文没有通达两个字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以色拉 他是一位在耶和华 以色列神所赐给摩西的律法书方面 抄写快速反应敏捷 非常熟悉的文士以及书记 王呢就允准他一切所求的 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经文让我们知道 是以色拉先上书 请求波斯国王允许他 能够带领百姓 归回到耶路撒冷 王准许了这样的一个请求 然后经文告诉我们 其实最后这个背后真正的推手 是耶和华上帝 若不是耶和华上帝感动以色拉 如果也不是耶和华上帝感动亚达薛西王 那这件事情就不会成就 亚达薛西王第七年 以色列人 祭司 地位人 歌唱的 守门的 尼提宁 有上耶路撒冷的 王第七年五月 以色拉到了耶路撒冷 正月初一日 他从巴比伦启程 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 以色拉定制考究遵行 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 教训以色列人 第七节 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 是祖前458年 这个时候离上一次索罗巴伯 带领百姓回去 已经是80年后的事情 亚达薛西王第七年 以色列人还有祭司 地位人 歌唱的 守门的 尼提宁 尼提宁就是圣殿的仆役 他们是在圣殿 这个挑水劈柴的 友上耶路撒冷的 王第七年五月 以色拉到了耶路撒冷 正月初一日 他从巴比伦启程 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 这边交代了 以色拉他们一行人 是从巴比伦出发 那个时候是亚达薛西王 第七年一月一号 然后他们就 到五月一号的时候 整整四个月 他们走到了这个耶路撒冷 那代表说这个是过程 有上帝的手在保护他们 帮助他们 以至于这个行程没有被担言 旅途中也没有被 仇敌或是匪徒所侵袭 所以四个月算是非常快了 走了一千五百公里 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第十节以色拉定制考救 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第十节就用三个词来描述了 以色拉他这个人的特质 第一个呢 他是一个立志要来考救 上帝律法的人 就是考救这个字就是 寻找答案 或是好好的考察 代表他真的是在神的话语上 非常的下功夫的一个领袖 第二个是 他不仅是考察神的话语 目的更是为了要遵行神的话语 今天很多人喜欢读圣经灵修 却不喜欢遵行神的话语 那我们真的是白灵修了 也白读了神的话语 以色拉不是这样 他立志考察耶和华的律法 更是立志要遵行他所考察 他所明白的耶和华的律法 第三他又把他所考察清楚 自己也去遵行的律法 要把他教导教训 其他的以色列人其他的百姓 以色拉他在 后来的这个犹太教里面 他有很崇高的地位 特别是当这个圣殿被毁以后 这个特别在祖后 第二世纪圣殿第二次的被毁 犹太教就变成一种叫做 拉比犹太教 就是以这个文士为首的这种信仰实践模式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这个圣殿 没办法献祭 那传统犹太人就会认为文士的这个创始人 就是文士的这个首领 开山鼻祖就是以色拉 所以以色拉其实在 现在犹太人的这个心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看见你在八十年后 圣灵继续又动工了 在文士以色拉的心中来动工 你不仅是让他的心立志考究 遵行神的话语 并且他有一颗对神话语的火热 希望能够把它教导给百姓来遵行 不仅是教导给在巴比伦贝鲁地区的百姓遵行 更渴望也到伊路撒冷那个地方 将上帝的话语教导给伊路撒冷的百姓来遵行 因此神就使用这样一位对神的话语忠心 对神的话语认真 对神的话语的教导跟传承 大有负担的以色拉 使用他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故事 愿我们都对神的话语也是一样的态度 对神的话语渴慕 然后渴望能够遵行神的话 并且向别人分享上帝的教导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